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見 今天我們極客去談一週年了 去年這個時候我們給大家帶來了我們的第一期節目 AJ11 72-10的真假對比 現在一年過去了 我要給大家介紹今年的大魔王 AJ11空中大灌籃的真假對比了 這次的喬11大灌籃沒有用到喬11標誌性的抽屜式的鞋盒 而是用了一個封套外加一個普通的盒蓋式的鞋盒 首先看一下他們的外面這個封套 大體上的圖案是肯定差不多的 但是你仔細看他們的顏色是有差別的 這次鞋盒的確是非常的用心 各種細節 你看這個鞋盒 盒蓋裡面還有圖案 一個星空的一個圖案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假鞋的鞋盒蓋 精細程度上面是有很大差別的 現在依然是左手邊的這雙是真鞋 右手邊這雙假鞋 這個假鞋呢每次都是同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鞋型和真鞋相比起來就要顯得更臃腫 沒有真鞋那麼修長 接下來再看一下他們各個細節上面的差異 首先最直觀的是這次的真品的大灌籃 它的膝皮切割上面會有三個尖 一個尖在鞋頭 然後兩個尖在鞋身的內外 而這次假鞋呢確實沒有這個切割的這個尖 不知道這是特地這樣做的呢 還是確實是皮質切割上有問題 接下來再看一下它這邊假鞋這個鞋舌中間 這樣一個jumpman的一個標籤 這邊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褶皺 真鞋是非常平整的 最上面一條穿鞋帶的這樣一個固條 它離鞋幫最上面是非常近的 這個假鞋呢它的間距就還挺大的其實 後跟一樣是繡了45 真鞋的刺繡要比假鞋這個刺繡 線條上面要更粗一些 這次大灌籃特別的地方呢也就在於這個 鞋後跟是45 然後再來看一下它們的非人logo 真鞋的非人logo相比於假鞋的非人logo 要更加精細 而且這個非人logo的這條腿呢 它靠下面這個漆皮 假鞋的基本上快貼著了 而這個真鞋還有一點點距離 接下來再來看一下它們的漆皮 喬11的這個鞋的內側呢是有一道漆皮的這個縫合線的 針鞋的縫合線它的針腳非常的多 而這個假鞋的針腳數量就要明顯的比這款針鞋的針腳數量要少得很多 接下來再來看一下它們鞋底方面的差異 針鞋這個碳板非常漂亮 這個碳籤看得非常舒服 而這個假鞋的這個碳板呢也不能稱之為碳板了 估計也就是個塑料板吧 鞋底這顏色也有挺大差異的 針鞋的偏紫色 而且有一點點那種光澤 而且這水晶底的通透度上面針鞋要更高 假鞋一樣是有點發白 從這個鞋頭這邊可以更明顯的看出來 鞋頭這邊這個針鞋的水晶底是可以透出裡面的黑底的 接下來看一下它們的鞋撐 很明顯的這個針鞋的鞋撐它更具有光澤度 而且要更硬一些 你看這假鞋的塑料非常的薄 我買的這裝是42把半的 所以它這個鞋身是適合於8.5到10碼的 然後它的字體是比較大但是偏細 而這個假鞋呢它依然也是8.5到10碼 但是這個字印的非常粗糙 鞋墊呢一樣都是使用了耐克Swoosh的這個標誌 再看一下鞋墊的背面 這個假鞋鞋墊完全沒有刷一丁點的膠水 所以完全是沒有膠印的 這針鞋呢是刷了膠的 好我現在把球鞋的鞋帶拆開了 它的鞋舌裡面是有一個彈性的綁帶的 這個假鞋的綁帶是靠近在鞋標這邊的 而這個針鞋的綁帶是在鞋標的前面 這個真假鞋的對比呢差不多就是那麼些點了 這個針鞋我給它打個90分 為什麼沒有打滿分呢 因為這個尖真的是太難看了我覺得 不知道你們覺得醜是什麼 所以我決定我要把這個尖給剪掉 但是你說我把它剪了之後 你們會不會覺得我穿的是假鞋呀 哎不對不對還沒有結束啊 差點忘了告訴你們我們一周年的活動 你們想要什麼福利 算了不用問也知道 肯定想送鞋嘛 那就送這個喬石一大灌籃給你們吧 怎麼樣獲得呢 那就你們拍一段小視頻 說一些對我們的祝福 或者有什麼想問我們的問題 通過微信後台發送給我們 然後我們挑一個人送一雙大灌籃給你 不過一雙好像不夠你們分吧 那就再送三雙吧 那三雙鞋呢 就另一種方式 轉發截圖給我們 然後抽取三個人獲得那三雙鞋 好那就這樣 我等你們視頻哦 拜拜